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话我简单一下介绍我自己 其实我会来教这个课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刻意的 我不是说我自己就要 是因为我大量在网路上分享东西 分享一些部落格文章 还有YouTube影片 而因为这样的关系 很多的单位就注意到我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邀请我 当然我很乐意来分享 所以我是先有做了什么之后 才后来有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前面并不是说我就是希望我现在的教学 所以我陆陆续续 因为我教的语言种类太多了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能大概包三包海 只要你有问题 大概都可以给各位一些答复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东西的话 Google吴老师的关键字 大概前两个 前几个应该都会找到我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OK 你们可以Google看看 另外我教过的语言种类太多 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接下来为什么会教这个Python 立别到Python课程 其实最重要是未来 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改变 第一个你可以用ABCD法则 A的话就AI B的话BigData C的话Cloud云端 D的话就是相关的3D 像一些辨识 比如影像辨识 人眼辨识 什么什么辨识 然后E的话就是电动车 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些新的趋势 其实新的趋势背后都需要程式化 程式化用最多就Python 也就是如果你学会Python的话 基本上大概方向就对了一半 OK 都可以 你会发现现在只要是相关装置 以后可能连你们家的冷气上面 也都可以写Python OK 你们家的家电 你们家的所有东西 都是可程式化的 如果没有的话也正在被发明当中 所以很多东西 如果这些都可程式化的话 那你其实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那当然对应到那个相关工作 工作的职缺来看 那当然也会非常多了 OK 不过未来 各位可能 最好不要只是单单说 我说我会一个Python够不够 我是建议尽量跨领域的学习 甚至的话可以结合你本身的专业 比如可能像蛮多人是金融 那以前金融分析师 可能不太会用这些东西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现在不用这些东西好像真的没办法活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抓太多东西 你要分析太多的data了 而且data产生的数量真的是多到一个爆炸的状态了 我同学说 老师说每天都产生好几GB 我要每天抓好几GB的东西 如果好几GB的东西 你要叫多少人帮你处理以前的话 对 那现在怎么办你程式写完自动分析自动处理 而且Python其实也具备有像自动执行 像闹钟一样时间到自动执行 多久执行都可以有没有 甚至如果说你有时差 像地球另外一端美国 OK 那如果你半夜半夜谁会起床吗 对啊如果可是你问题的时间你要抓一些data 要处理一些data怎么办 没关系电脑开着就好了 他也可以自动把你去做那些事情 OK 那不就可以 等于是说你可以写出千军万马 你很多的分身很多就产生了 有点像助理的 所以现在很多工作说会被取代 其实我觉得导蛮可 尤其是你的工作很像是程式的 做一些图法那一章重复性的事情 那其实导不如就用程式来写就好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程式最大的专长就是在处理重复性的事情 而且重复几次都没有关系 一千万次他就一千万 瞬间一下OK了 可是如果人来错的话 那就是慢慢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趋势的方向 另外的话呢 这是我的相关的资历 最早当然我是从coding开始 程式设计师 我最早会进入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也是兴趣的 最早我是喜欢写程式 所以写一写写写写写了之后的话呢 然后也写了一些文章 陆陆续续自己也有创业的经验也拿了一些奖项 OK大概是这样子 目前的话呢 在各大专院校 企业等等的在做相关的训练工作 那这是最近在中央大学上的课程 也有把Python 结合什么 结合架车 架车网站 然后之强这边给我的一个最佳人气讲师 然后也颁我教学卓越贡献奖 然后文大颁给我趋势先锋奖 那我的证照其实不遑多让 大概算一算也有30张吧 最近也有像微软也办一些证照 像下礼拜一会要参加一个证照 那时候要自己花时间的 其实我蛮挣扎的 不是很想去 因为一整天上完课之后马上要考试 那个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说因为要花自己的时间 而且家有小朋友 可能有时候要接接送送的 难免可能还 不过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参加 因为感觉收集这个还蛮有趣的 真的后来考到上瘾了 只要有证照就讲说 一定要把它拿到 不拿到真的感觉好像少了什么样 有点像勋章嘛 你要多累积 不过其实倒也合理啦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那就是你背后要伟大的爸爸妈妈 我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那请教一下 TQC Plus Python 3 这个一系列的证照很有用吗 有的时候其实说真的 对我来说 证照我也是不会先 就是特别公用 主要我的想法是 第一个 我建立自信心 有没有 你考过之后 说真的 你如果真的能够拿到这个证照 没有100分 你大概有70分 为什么 因为要把这些全部题目做熟 而且他是实做的 他在考场只有给你题目 然后要你在100分钟里面 把这些题目全部做正确 交卷 他才会颁发证书给你 光你要把这个过程完成 你说你要有多大的勇气 而且你要缴的费用是1800块 你光想1800块如果没有过的话就飞了 你可能就会很认真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完 对啊 也不容易了 所以你第一时间 如果你履历上面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 第一时间我会感觉会对你是有存有几分的 也没有记忆 就是至少我会觉得说 你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 如果说以后很多工作机会就是说 因为面试嘛 你一定要有点不一样 你的亮点要够多 那就是对的 所以像我们以前去面试 去应征 其实我坦白讲 我真的比较少应征工作 大部分都是工作 自己 这样讲有点太 但是 怎么说呢 所以后来我结论就是人求士跟士求人 如果说你要人求士的话 那当然你就比较就是谦卑一点嘛 对不对 因为你比较没有 但如果你要士求人的话 就是你什么都有了 非他不可 对不对 那就别无选择了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可以创造出 让人家感觉非你不可 对不对 比如你interview的时候 哇 这些人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要亮点 如果你全部都亮点的话 哇 对那就对了吧 马上那个面试官说 什么时候来上班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遇过了 那面试官马上携礼 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薪水没有问题 你之前给多少 我们可以往上加 我最后还很白目的回答他说 回去考虑一下 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的颇白目的 因为那时候可能年轻气盛吧 就是说我又不一定要来你们公司 对不对 我后来看一下条件的确开得不错 后来还真的就去了 OK 那就是一个过程 你说这重不重要 其实对我来说 我比较不会特别去想到 但是你这东西其实仅供参考 顶多差别就是上面有个证书 有人帮你签名 有人帮你背书 有人帮你盖个章 那这重不重要 很重要 像现在很多工作 一定要推荐函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有利人士帮你推荐 谁会让你进那个 像现在大队院校也这样 大学老师 有没有 每个都要推荐卡 而且要至少三个有利人士 来帮你签名盖章 那你哪里找 而且他有利人士 OK 所以这些都是 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自己去把它伸出来 OK 所以这边跟各位分享一样 就长这样 就有人签名盖章 上面有点名字 有点身份字 说你通过了 就这样而已 那其实冲击量 就像你毕业证书 有没有用 不就已经一张纸吗 厚厚的纸吗 像我有博士证书吗 博士的毕业证书 不是也一张纸吗 而且那张纸 我现在不知道把它丢到哪里去了 还好最近都没有用到 所以 而且最近是可以扫描 直接用那个 银本的就可以了 除非说你 你要做什么事情 OK 那最近一个单位吧 台湾师大 因为我 当然是我的母校 因为我教了很多东西 放网络上很多 所以他们也注意到我 有个院长就直接写信问我 有没有兴趣到台师大 回母校贡献一下 其实大家现在因为 学校兼证薪水很低 所以大部分都把它挽去 可是台师大我觉得 好像有我年轻的记忆在里面 所以我就想好吧 就当下就答应了 可能下学期有可能会到台师大吧 去分享一些经验 给学弟妹这样子 我就想说 回到校园的感觉 不知道有什么 会有很多回忆在里面吧 曾经年少时候的 不过应该是景物依旧 人是以非的感觉 所以这题外话 其他的话还有部落格部分 还有订阅订阅已经三万二了 而且我还不只一个频道 我还有好几个 我狡兔多哭 所以如果你没有频道 你可以试看看 想说老师你干嘛当YouTuber吗 其实不是 我刚开始就跟各位讲 我会做这件事 因为我想要给同学看影片 就这样 因为这样的关系 奇怪 莫名其妙 他突然记着信问我说 我们有个广告获益的机会 每个月可以给你钱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当然要 不要诈骗的就好了 后来每个月还真的 每个月都给我钱 然后同学就很好奇说 老师你每个月领多少钱 看起来好像不少 你看观看次数每个月都好几万 好几十万 OK 实际上 这当然如果当 你如果想要真的当YouTuber的话 跟各位讲结论是赚不到钱 我是说你要靠广告 为什么 因为像我订阅人参望二的话 一个月大概差不多 大概都是在150块到200块之间的广告获益 不过这个单位是美金 USD OK 好 2000块好了 200块的话大概就多少钱 乘以30 现在又跌了一点 OK 这样这个金额对我们来说 反正就是一种鼓励 OK 反正就把它存起来 这也是一笔 OK 所以我每年都会出国去玩 都是靠这个 这个就够了 一年就可以出去玩个几趟 好像还不太够 一趟又不太够 我们虽然就是 不过 其实这东西其实这样 就是只是一种愉快的 对我来说我只是愉快的分享 我并没有想太多 大家如果有的话 那就会觉得额外的会更 不一样的感觉 OK 好 跟各位讲一下 其他像症状当然会去考也是 他们也常邀请我去帮他们审题 命题 甚至尖评都有可能 OK 那参考书目的话大概就是这些 不过像这些书都建议说用开发环境 用的很复杂 所以有的人光开发环境那一滴个章节就卡很久了 因为就装一大多东西 还弄不太起来 所以 第一堂课 我跟各位讲不用花太多时间 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弄起来了 那我们比较花时间就是你要去思考Python能够帮你做什么事情 OK 然后将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你的专业 OK 你的一个项目 而且你会很自豪的说这我非常的懂 OK 那就是一个目标了 那Python的话 如果比起之前的语言 像现在很夯的 现在还是蛮夯的 Java只是说它往下走 跟C加加比起来的话 真的 它真的有这些优点 就是所谓的优雅 为什么优雅 因为你程式变短了 本来大概写几十行 大概三四行五六行就搞定了 你当然会优雅的起来 但以前写Java写得满头大汉的 为什么因为常常会有一些bug 而且以前写Java 还有那个大瓜糊的问题 有没有 现在Python都不用大瓜糊 没有说前面一个大瓜糊 后面就要一个结束大瓜糊 如果少一个就bug了 OK 可是问题Python它没有大瓜糊怎么办 它要用缩排 所以特别说缩排在Python里面 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你那个缩排按Tab键 那个是必要的 你不能说缩排 因为缩排的话表示说 我是在那一段程式的下一阶 阶层的概念很重要 OK 不过因为以前我们写习惯 所以阶层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问题 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其他还有很明确很简单 其实另外应该可以还有什么优点 还有很多外挂 比如说你要解决我刚刚讲语音辨识 没有没关系把外挂抓进来 那接下来你只要会input input就加上外挂 然后还要知道说那个外挂怎么呼叫 不过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网路上有sample code 你就sample code 兜一下就会有了 像比如说它有什么 下载YouTube影片 有没有 你要抓轮不用了 Python也有 网路上也有很多外挂 你只要找到那个外挂挂上去 下载YouTube影片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诸如此类的 所以它变得把原来很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了 这相关的东西我建议你们可以到 这个Python的官网去稍微找找 那王子很简单嘛 你就打一个Python 在Google上面打一个Python 这边的话就有Welcome 这个就是官网下面的东西 download目前最新的就是383 然后这边有个Documention 就是说它所有官方的文件 也就是说它这里面的所有的韩式库功能 都有相关的说明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边有个叫Python的Docs 就是它的Documention的所有东西 那就会这边列出来 最重要就是这个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就是韩式库 也就是里面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在这个Library 韩式库 那Reference就参考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答案通通在这里 也就是Python能做什么 跟各位讲就是做这些事情 这些这些这些 有没有 OK 那大家如果你英文不太好的话 以前没有办法 现在各位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版本 版本部分 跟各位讲以前是没有中文版本 慢慢的话有简体版 OK 有简体版 今天呢 我上来看 多了一个什么呢 繁体版 有没有 哇好感动 突然变成 欸 可是问题不是传 这个怎么 简体 欸它怎么还是有简体 上千上万 这个 没关系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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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至少也是一小步 对Python的一小步 也是我们的一大步 OK 有做这些表 至少上面都有一些相关 那坊间的书籍 其实你可以当成它是二手资料 一手资料在哪里 就在这里 OK 只是说呢 这个一手资料呢 它有点像字典一样 它其实是非常不是那么好懂的 就是说有些语法 不过我是觉得有时候 你也不用太过抓牛角尖 至少可以查不到资料 OK 上面呢可以有搜寻功能 另外的话呢 我刚刚有提过外挂 其实它这边哪里有外挂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叫Py Py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Python的package package是套件 套件呢 index就索引 意思就是说呢 Python里面能够做的东西 外挂呢 全部都放这里 OK 所以呢 里面总共有多少个外挂呢 有24万4千 哇又更多了 之前好像我记得上去年好像才十几万 现在二十几万了 哇 如雨后春损班一直增加 那一个package呢 就象征可以解决一件事情 或多个事情 也就是如果你知道这里面有哪些 它还可以你可以Google一下 不Google 社群一下 比如说你要找什么 找什么什么 反正关键是想想看 那你就可以什么 从里面找到对应的答案 OK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再来玩玩看 因为里面这个官网 就是所有Python的一手资料的地方 那其他的书籍 都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OK 所以但最好你都看一手 就是说这上面东西 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好理解 因为它没有写得很简单 OK 不过慢慢你要知道一下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架设环境 其他的排名 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往上了 甚至超过那个Java 那其他的话有这些入门进阶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有关环境的设置部分 那你们电脑如果C的已经有了 你就要不就把它砍掉 重新解压缩 砍掉的话呢 我刚刚解出来 它会解出来叫C跌底下 OK 所以你在本期里面找到C跌 然后呢把这个 看Eclipse 我看一下 可以不会Python 如果 如果你不要把它砍掉 你可以把它改名算 底线加一个old 好了 OK 比如说这个是旧版 不要把它砍掉 不然它砍掉到说没有 然后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刚刚下载的那一个 我建议是放在C跌或D跌 因为我们这个电脑没有D跌 所以我把这个下载的 Eclipse的Python 2019.zip 我把它剪下来 放在那个C跌底下 然后把它重新解一下 实际上把它继续一下 那特别是按右键 你就可以把它解压缩 那我是建议 你就解压缩字词 不要多一个目 不要解压缩到 不然它会多一个目录 OK 解压缩字词 可以把它解压缩 那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Eclipse 它背后开发的语言 很多是用Java写的 所以它会需要用到Java的韩式库 去run它 所以如果你打开 常常同学会遇到 他找不到Java的路径 那怎么办 你就把路径改一下就好了 那怎么改 主要要改Eclipse Eclipse执行档旁边 它会有一个叫做Eclipse的IonI档 把它解出来 解压缩在哪里 解出来的话 它应该会帮我解到这里 一样是Eclipse的底线Python 那一般理论上 你就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点Exc 这个执行档把它点两下 这run起来了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 OK把它cancel掉 就是你的路径不OK的话 那我建议 特别之后 如果你打开之后 可以挑一个错误 跟你讲说Java有问题 你就打开这个 这个就是设定档 那设定档要改哪个地方 特别之后 按右键或者直接打开 按右键你用那个 开启用记事本好了 用记事本开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 一个-VM VM就是Virtual Machine 就是它的Java的虚拟机 意思就是说 下面一行是Java的路径 所以最重要特别注意 请你更改这个路径 那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我的预设路径在哪里 C碟 底下的Eclipse Python 底下有一个Java 有没有Java 底下有个bin bin的这个 所以其实 因为我之前没有放这个目录 就是说你额外要装Java 你才能Run 后来发现有些同学 电脑里面居然没有装Java 就Run不起来 所以我干脆 直接帮各位把Java 放到里面来了 那你只要指向它就可以 所以如果同学刚刚有出现错误 应该是没有放在C碟 可能放在D碟吧 那你怎么办呢 只要把这个路径 C变成D就好了 可以我看一下 如果假设老 我故意改错好了 假设我这个路径 我把它改成D好了 有没有 那D 当然就错误的路径 我把它关掉存档 重开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重开之后的话 它就出现这个画面 它说Java the wrong time Environment 就是Java的执行环境 它怎么样找不到 有没有 而且它告诉你说 你的路径在这里 它找不到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就把这个路径改到正确的 就是这个路径 改的方法 按右键 编辑也可以 然后把这个路径指向正确的 我是在C碟底下的Eclipse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C C就C碟号就C碟 底下我有个目录 叫做Eclipse Python 就这个目录 里面的话有个Java 其实这个目录我已经帮各位把Java整个放进来了 然后里面 这个后面就不用管了 反正就是在这个Java里面会有个bin bin里面的话就会有我们要的Java 这个东西 主要是用它去run就对了 这样子的话我把它更改之后的话 开起来应该就OK把它存档 再去run它一下 这样的话就会正确的把它打开 接下来开起来 第二个问题 Workspace就是你将来程式放的路径 那我建议因为我们这边电脑没有C 没有D叠 没有D叠 所以把它改成C 如果你有D叠 我建议是放D叠 放在C叠底下的这个 叫Python的Workspace 按Launch 好 那就把它直行 刚刚后面加一个2060 OK 按个Launch 好 这样的话以后你写的程式 也就会被放在C叠底下的那个目录里面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打开喔 这边Welcome把它关掉 那恭喜你 你就完成的第一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如果说假如你电脑的C叠本来就有了 那你就先用那个电脑里面那个版本就好了 OK 不然的话我怕到时候 你可能要重新再下载一次那个档 所以那个档案蛮小的 那个档我记得把它压成大概300Mbps左右吧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频宽也有一定的线 大家如果一起连线的话 可能会蛮花时间的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帮我完成 做这个C叠 如果你的电脑假如已经有 你就直接开启Eclipse 另外INI档你也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话其实 就是有这个路径的设定 那如果你的那个版本没有路径设定 你也可以自己加那两行 就是那个minor-vm enter 然后下一个就是它的那个Java的路径 那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那个你的Java没有的这个问题 OK 主要是Java的那个Runtime它找不到 其他这个大概应该就比较简单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如何在这上面写程式 好 好 好 OK OK OK